而香港政府稍後也會有很多學習的討解 比如在幾個範疇 我可以舉例問一下 其中一個範疇就是智慧經濟 九月 九月 本局已經出了七個不同的措施 就是幫助香港智慧經濟的範疇 第二我想特別是智慧經濟 智慧經濟裏面 Smart Tourism 其實都是一個重要的收入的項目 為何吸引更多遊客來香港旅遊 而地域香港政府的地點總署 其實它出了一個叫My name的app 是很受歡迎的 我不知道再有否去登入的app 其實裏面有很多包含蠟有一陣子的所有 和地圖 或者你的資訊有關的 最近也都出了一個API 叫地點總署出售的 就是通過它們地點總署的API 能夠讓大家可以做到自己的地步 因為它將它們的地圖分開 通過API 可以讓大家見到自己的地步 除了智慧經濟之外 方面也都有智慧出行 大家在旅行 或者你搭車的時候 可能會在車上面 可能會見到這些和交通力量 有關的所有的環境 都是我們民宿署的方面提供的 在馬國國來說 也有一個智慧環境方面的 例如零探天氣和tee-pop 都有很多專題等等的 做事 大家可以在那裏體驗得到 好 接著在秘密生活裏面 當然就不少得大家就是用WiFi WiFi 現在政府來講 都將它在那裏頭結 增加通共用的WiFi 到達3萬4千個 這些其中 也有公司合作 希望大家的電子病例 跟病人手 可以電子化的 這些都是智慧城市的其中一些的籃子 好了 這個我剛才一提就講了很多data的 智慧城市 剛才我提到的 其中一個是大數位的應用 而大數位的應用 我們所需要的數據是可以開放的 政府也很好 就是已經是有一個 叫做Open Data Lockout 有6千多尺的data 已經開放了 而未來 它也都是在那裏城市 跟它們說了 就會建立一個叫做空間 數據動量平台 這個CSPI Cupo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我希望採助校長和老師 可能在未來 你去奧地利波 或者其他一部的時候 特別可以根據這個空間數據動量平台 CSPI 可以進行探究和同學多些分享的 一個是這個將會是現在與未來 智慧城市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怎樣利用在智慧城市那裡的銀行 所謂能夠用一個地利資訊來講 用CYS 或者一個地道的形式 讓學生更加有趣地可以分享 賣到一個地利資訊 還有很多不同的應用的方法 最後首先 其實是一個 由我公司演費 是幫助教育和所有工小學 那個教育城 我們也就是 將所有的雲端的地利訊息的軟件 送給所有中小學的同學 可以很少用的 第二 都要資訊息 那這方面也提升了一個 網絡是可以大家可以拿到 不同的地利資訊的資訊 也就是的 那這個也就是要說回智慧市民 智慧市民在座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能夠 那些利用不同的方向有關的科技 也就是為了參與這個網絡 那可以大家為了聽聽 大家可以對聲音 對各方面有所認知的 而同時的電話 也有一個計劃 也就是我看過 是給大陸中小學的同學 是免費使用的一些 雲端的地利訊息 GIS的軟件 那和剛才的這個 加上也可以看到 很多不同的很有趣的應用 好 接著我們也想特別說一說 就是去年其實同樣有個計劃 當然今年的形式 大家很感謝分享 到現在這個形式 是一個貿易財 而它針對那個 就不是按三思期 三思期沒有覆蓋的一個人 那為去年是分對於 就是環境改變的 而那邊亦都是有同學 因為這裡是中學的 叫做陳豬肅華幾年中學 他們亦都是用過GIS 但是它是分析 究竟如果在學校附近 幾天在中學的時候 會對他學校附近的氣候有些什麼影響呢 這兩個都是做得相當之好的 另外一個就是環環 那它亦都是用來跟GIS 亦都是對各方面在學校附近的 各方面那個發展呢 作出不同的應用 是用GIS方面對氣候變化有些什麼的改變的 那我不會說只是中學 其實小學呢 都可以進入得到的 比如剛才我剛才說 大家的那張圖呢 就是從小學呢 它就是利用到GIS呢 譬如它們已經去到銀行那裡 是有個研究章的 所以用一個故事呢 就是用地圖講故事的 就是將它們一路在南韓國的所見所聞呢 是將它是用那個地圖 一個那條線 那條路線點頭 有些什麼照片 或者有些什麼影響 或者有些什麼文章的人的句話 或者有些其他的最多的Story Map 來掣示出來 我沒辦法看到那張南韓國的文章 不要緊要啦 除了香港之外呢 其實在世界各方面呢 我們一路都是居留在做這些 怎樣跟民族講故事 我們叫Story Map 而且呢是會有這個Approach 我們在Smart City來講呢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要Walkamarker 是Citizen Driven 不再只是說 怎麼知道做什麼做什麼 是要Walkamarker 市民怎麼做 那其實每一個時候 你會有自己的Story Map Tell your story to us 你成了國際了 你去哪裏旅行呢 你和你的家長 曾經有這些業務活動 全部都可以用到的 那就是你我的例子 就是已經收集了全球 大家對酒興趣 最最最愛的 是Community Produce的Story Map 那我最後呢 就是我自己來自 在智慧城市聯盟 Smart City Consortium 我們肥眼都要面前吃 是現在呢 是若非是大靠超過以 華國銀行的公司 團體和專業人士 一直呢 就是火箭 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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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